汗泡枕 禁忌食物 45岁黄小姐左手的手掌搔痒起水泡已三年 经皮肤科诊断为汗泡枕 尤其在天气变热时发作 使用肋固醇状况反复 痒到严重时还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汗泡枕手部搔痒 不具传染性 台湾中医师谢旭东表示 汗泡枕是春季转夏季时容易发生的疾病 属于急性湿疹的一种 症状以手掌剧烈搔痒为主 不具有传染性 汗泡枕的成因不明 可能与本身有异味性皮肤炎体质 接触过敏源 压力 多汗症 遗传有关 使用类固醇药膏治疗固然有效 但如果症状反复 再介入中医治疗能够加强疗效 调整生活作息 避免症状严重 谢旭东建议 汗泡枕患者在生活上 应保持睡眠 压力 饮食 三者的平衡 汗泡枕因压力大而变严重 所以此时睡眠和饮食很重要 无法减少压力 至少顾好睡眠和饮食 以免汗泡枕骚痒加重 保持手脚干爽 链 骨极各食物少碰 而手脚避免接触肥皂 洗碗筋 刺激性的化学物品 保持手脚的干爽 在饮食上则要注意避免烟酒 谢旭东说 若是过敏体质 也要小心烤榨辣类 甜食 芒果 荔枝 熔岩等热性水果也要少碰到 研究也只出涅 骨极各较高的食物也必须减少食用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